嗯嗯嗯嗯嗯 啊 啊 今宵的血塗裝了連続殺人 這 Matsda Salmonge 犯人 是 那些人 那些人 大家好我是馬丁 今天給大家帶來 遊戲傲伴領播的 名探柯南TV版的116-117集 卡牌成本122-123集 推理作家 失蹤事件 这天晚上毛利一家三口边吃晚饭边看电视剧 侦探左文字 剧情即将记录凶手的时候 小兰和柯南都猜测是死者的小儿子 唯独毛利笃定是死者的老婆 并狠狠地嘲讽柯南什么也不懂 只会胡乱猜测 然而当答案揭晓时 毛利顿时傻眼 他明明记得 上次看到的时候 凶手就是受害者的老婆 小兰好心科普 这就是侦探左文字系列的看头 每次都会把剧本重新修改 所以每次的凶手都不一样 闹了笑话 毛利绷不住了 直接换台 小兰当然不允许 因为他还要看左文字训诫凶手 只有这么的 妇女两人上演了一场遥控器争夺大战 一旁的柯南无语至极 毛利居然能因为这点小事 和自己的女儿吵起来 简直就是难堪大任 但又不得不借助毛利侦探事务 所打探勤酒和福特加的线索 因此 只能设法让毛利成为 货真价实的名侦探 等夫女俩西战的时候 侦探左文字这个节目已经结束了 但毛利仍旧不服气 吐槽左文字是个三流侦探 并且小说早在几年前 就已经完结出版 没有必要在电视上 换汤不换药的反复演绎 只见小兰从书柜上方 拿下一本杂志表示 这部小说 两个月前又开始在 文艺时代上连载了 柯南激动的拿过杂志感慨 就在柯南不知如何辩解时 楼下一位女子 暗响了收索的门铃 毛利剑天色一晚 就让小兰将人打发走 明天再来 然而当她探头看到 对方是个大美女之后 便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 以及侦探事务所的垃圾 落座后 美女将自己的名片递给毛利 她叫西明相保里 是推理小说家 西明任太郎的女儿 正是刚刚引发 妇女大战的侦探左文字的小说作者 听说是著名侦探小说家的女儿 毛利暗暗窃喜 以为西明老师准备将自己写到小说里 不料宝箱却丢出一个重磅炸弹 她父亲失踪了 并且已经失踪两个月了 原来在小说侦探左文字 重新开始联载的一周前 西明夫妇给女儿相保里 留了张纸条之后 就失联了 一开始她以为父母是去留了 但如今两个月都过去了 父母不联系她 她也联系不上父母 就跟人间蒸发力一样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每周周六凌晨零点正 她父亲的小说原稿 就会通过传真的方式 传到文艺时代的编辑部 不过隐藏了来源 所以传真上没有显示宋达人的号码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所以她不由的担心父母的安危 但因为她没有接到任何勒索电话 再加上她父亲每周都按时出稿 所以报警之后 警方只是发出搜查令 没有立案调查 她去委托其他侦探 没想到其他侦探的说辞也和警方一样 认为她父母没有生命危险 让她放宽心 织母摸若女 父亲沉迷写稿 忘记跟她联系情有可原 可疑向疼爱她的母亲肯定不会 所以她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毛利身上 希望毛利帮帮她 美女寻求帮助 毛利自然是义不容辞分外积极 因为新鸣老师每周都会定时将稿子传送到出版社 并且这是周五晚上 准备跨入周六了 所以毛利决定 以出版社为切入点 随位行人乘车抵达目的地 从编辑口中得知 新故事名叫二分之一的顶点 和以前一样 都是用文字处理机打字 在标题旁边签上亲笔签名 然后传真过来 毛利又让编辑仔细回忆一下 新鸣老师复出后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哪怕是不起眼的小细节都可以 经毛利这么一提醒 编辑发现 新鸣老师和以前确实大为不同 首先就是新鸣老师的付出 四年前 他们恳求新鸣老师继续撰写左蚊子系列 但被新鸣老师言之糟糟的拒绝了 因为在他眼里 左蚊子早就死了 不能起死回生 但两个月前 却突然打电话过来说重新写 虽然意外 但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于是很快就开始在杂志上刊登了 其次是性格温和的新鸣老师 居然在小说序章向全国侦探发出 具有挑衅意味的宣言 最后就是新鸣老师首次出现在自己的小说里 以左蚊子老友的身份在小说中登场 把自己设定成旅居法国 但作品并不畅销的小说家 翻阅了新鸣老师这两个月来的稿件后 柯南发现 在新鸣老师出场的片段中 时间表述格式不一 一会儿用汉字 一会儿用阿拉伯数字 还偶尔加搭着一两个法语 法语尚可理解 但关于时间表述 要么故意 要么粗心大意打错了 关于打错这一点 编辑给予了否定 应该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才进行更改的 因为新鸣老师认为文字是作家的生命 在出版前 还两字三番的打电话过来 要求出版社不得擅自对原文做出任何更改 否则立刻停止合作 这时新鸣老师最新的稿子传过来了 柯南仔细比对每期稿子的签名之后 发现了问题 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签名有所不同 第六章到第八章的签名一模一样 说明从第六章之后 新鸣老师要么是不想签了直接复印 要么是不能签了 如果是不能签 那就有可能出事了 文言编辑突然想到 半年前有一个比较激进的粉丝 曾记性威胁出版社 如果不重新连载侦探左文字的话 就放火烧了出版社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毛利让编辑打电话报警 然而木木警官到达之后 就告诉毛利 不能进行公开调查 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没有证据证明 新鸣夫妇遭遇不测 随后 刚不将新鸣老师出场的片段 都单独复印出来 截止目前 一共出场四次 每次都在法国 看来新鸣老师很喜欢法国这个国家 另一边 柯南已经开始了对于片段的解读 但柯南不论是跳着读 还是倒着读 都不能连成句子 就在他百思不得细节的时候 编辑过来 学问能不能对新传过来的稿子 进行编辑工作 因为二分之一的顶点最近大火 他们想第一时间更新 听到作品名 可那灵光一闪 仔细研究一番之后 确认新鸣老师出场的台词里面 隐藏着关于他行踪的线索 但令他想不通的是 歹徒求见新鸣老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在柯南准备将解密方法告诉小兰时 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对方称自己解开了新鸣老师的暗号 打电话进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大板黑鸡 福布评刺 其实评刺刚看到那充满挑衅的训言时 也有点生气 但看着看着就发现 新鸣老师在里面所说的台词 其实是一种暗号 小说明就是解开暗号的关键 每句台词的首个字 都是另一个字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两个字可以合成一个字 例如 利家木等于住 根据这个规律 除了中间的他和 这个小于号 一时无法确定可以组成什么字之外 第一张其他字组合起来就是 评刺猜测 作家应该被关在某个地方 被人逼着写小说 所以才会采取这种 既不会引起歹徒注意 又能向外界发出求助信息的方法 听到这儿 木木警官放下电话 开始研究后面几张的暗号 任凭评刺叫破嗓子也不回头 还是柯南接过电话继续交谈 柯南早就试过了这种方法 文字二和一只能勉强套用在第一张上 后面几张无法使用 应该而遗漏了什么信息 不过评刺转念一想 既然关东的名字探就在出版社 那他关系瞎操什么心 于是愉快地挂单电话 让柯南继续加油 与此同时 木木警官也发现 两字合一这个方法行不通了 刚准备求助评刺 吹完柯南 毛利表示 这里是东京 没必要找大阪的臭小子 他们就可以解决 文言木木警官眼前一亮 问毛利困不困 要不要歇一会儿 换沉睡的小五郎上线 遗憾的是 毛利挠了挠头表是不困 因为暗号没有头绪 所以柯南打算从动机入手 歹徒求见新明老师 并让他持续写稿 不是狂热粉丝 就是贪图稿费 但这两点也解释不通 狂热粉丝的话 应该注意到老师的序言 和亲自登场这两点反常行为 进而解开暗号 阻止新明老师继续向外界求助 并且稿费不高 要故事完结才结算 犯不着为此求见新明老师两个月 而且这期间还要管人吃管人喝 说不定到最后拿到搞废议算账 还要往里贴钱 那歹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就在柯南抓耳挠塞的时候 编辑部的老师有了新发现 新明老师幽默的法语单词拼错了 少了一个H 正确拼法应该是HUMOUR 不过也可以理解 因为H在法语里面本就不发音 听到这儿 柯南瞄懂 这下终于可以一字不落地解开暗号了 与此同时 刚姆发现 刚发来的第八章的稿子中 新明老师也有几句台词 柯南一看暗角不好 为了尽快解救新明夫妻 柯南瞄准毛利 准备再次飙晕毛利 无奈之下 只能让总编充当侦探 但调声音时才发现 自己没有听过总编的声音 并且还被小兰将他从桌子底下揪出来 没办法 只能疯狂暗示毛利 法语里面H这个字母 竟然不发音 为什么不干脆去掉 经柯南这么一提醒 又连想到新明老师 在小说里面出场的地方 都是法国 本人也很喜欢法国 毛利突然明白 这是解读暗号的 另一个关键所在 根据两字合成一个字的规律 在去掉罗马首字母 为H的文字后 新明老师在原稿中 留下的暗号大意是 救救我 我现在在背户大饭店 2407号房 快一点 没有时间了 车上 相保里不停地为父母祈祷 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可得安慰他 新明夫妻还活着 新稿子从传过来 到现在还没有超过一个小时 小说也没有完结 暗号里面说没时间 只是危险接近而已 还有一定的缓冲余地 2407号房在24楼 24楼是酒店的高级套房 小说稿费本就不高 囚禁在这个地方 更是得不偿失 因此可以彻底排除 贪图稿费这个可能 新明老师现在连名字都不能签了 那就表示 是用口述的方式请人帮他输入 只要打错一个字或者漏书一个 那整个意思都错了 并且这么明显的暗号 让别人带打的话 一定会有所察觉 就算让自己的夫人代为打字 监视他们的人 也会有所发现 排除掉素的不可能 剩下的就是唯一的真相 这一切都是新明老师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到达24层之后 木木警官他们直奔2407号房 推开第一道房门 只见新明夫人擦着眼泪走出来 木木警官将其推到一边 冲进去出示警察证 当他看清里面的情况之后 傻眼了 相包里冲进去 对着床上的男子喊父亲 旁边的老伯告诉他 他父亲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 相包里来迟了一步 原来老伯是新明老师的主治医生 如可难所想 所谓的歹徒就是新明老师本人 这一切都是新明老师知道的假象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他当了几十年的作家 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幸福 却还有一种幸福没感受到 那就是读者在他说出答案之前 将谜题解开 得知自己患癌时日无多 新明老师决定疯狂一次 为了在死前实现剩下的唯一一个愿望 带妻子和主治医生到 背护势力饭店创作二分之一的顶点 在文中设计暗号 并号召读者解读 为了让暗号更加逼真 新明老师决定对身边的人隐瞒去向 其中就包括自己的女儿 相保理 两周前新明老师病情加重 无法提笔 只能把小说和暗号的内容口传给妻子 让其代替自己编写小说 遗憾的是 新明老师到此也没见到 那个在他之前解开谜题的人 也因为他连女儿都蒙在鼓里 导致女儿出门寻求毛利的帮助 而没能及时接到主治医生的电话 赶在父亲去世之前 见最后一面 以上就是明汉柯南推理作家 失踪事件的全面内容了 反称途中 毛利感慨新明老师如此煞费苦心的 留下暗号 到最后也没能实现愿望 小说也要因为他的离世就此中断了 相保理表示 他会继续写下去 用父亲姓名任太郎的名义继续写下去 最后相保理不仅成功帮父亲完成了这部小说 还成为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并被拍成了电视剧 受到了一致好评 相保理还在小说后半段 给左文子加上了三个助手 一个是糊涂侦探 一个是任性的年轻女孩 还有一个是戴着眼睛的狂妄少年 原型自然是毛利家三口 他也因此走上了小说家的道路 并且他的文采可以说是 毫不逊色于自己的父亲 最后呢 希望喜欢马丁奖无视的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